好我們來看到的是柯木三現在非常的夯 幾乎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甚至連韓團BTS的師弟Unhypen 他們最近在澳門的演唱會上面 竟然也跳起了柯木三 不過看起來粉絲好像不是很買單 有一點唾棄 另外現在在網路上又出現了 另外一首洗腦歌曲 韓團Nhypen隊長珍元在澳門演唱會 算是入境隨俗的翻唱90日不落 全場尖叫聲沒聽過 要自超標準驚豔所有粉絲們 其實韓團到各地巡演 時常會因不同流行帶來客製化表演 但這段大家驚呆了 台下尖叫聲參雜了一些我的天啊 真的沒想到這舞步的流行也吹到韓團 發現這首跟腳並用是哪首歌了嗎 沒錯就是柯木三 只是澳門的粉絲似乎不太買單 除了虛聲此起彼落 有粉絲就在網路上說 想給你們一人一腳 雖然說入傷隨俗 但也沒讓你們這麼隨 反應似乎是滿滿的唾棄 就連DJ Soda先前PO出跳柯木三的影片 文章裡還呼籲大家別跟著跳這個舞 因為他跳完後受了傷去了醫院 直呼這個舞真的很危險 幸好扭傷腳踝後就醫沒有大礙 但是短影音的舞蹈流行真的變很快 因為這首來勢洶洶 洗腦的詞配上節奏 立刻吸引網友搶拍 原來這是道地的四川小吃 當地招賣聲被後製加上電音Beats 變成最新爆紅舞曲 相必近期手機怎麼滑 都是波波機 TVBS新聞黃懷有訊台北報導 好 今天中國觀察 我們先邀請到資深特派記者 陳向如到現場幫我們分析 向如姐好 馨姨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就像剛剛觀眾朋友 威倫雪講的這個抖音一響 大家馬上這個聽到什麼曲子 就直接跳起來 我們知道抖音現在幾乎可以說是 滲透了我們的生活 我們剛剛看到說 剛剛看到這個柯木三的比賽 現在又有新的洗腦神曲 它叫做波波機 那當然了 它在音樂很朗朗上口 而且網路上也有人自創舞步 舞步非常的簡單 而它的歌詞呢 其實叫做波波機 波啊波波機 一元一串的波波機 這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個波波機本來是 四川的小吃主打一元一串 那當然很多這個攤販呢 他們就會錄音嘛 錄音就不用一直喊 他們錄音叫賣 就是一元一串的波波機 結果搭配電音之後 現在變成爆紅的狀態 我們想要請教向如姐 欸好在請教向如姐之前 我們先帶大家來聽一段這個波波機 因為其實像我呢 也是最近才第一次聽到 先帶大家來聽一段 我們從剛剛的新聞帶齊是有看到說 它的聲音音樂還有它的舞步都非常簡單 而且非常的有節奏感 我們想要先請教向如姐 從柯木山到這個波波機 到底為什麼他們會這麼紅呢 而且你知道嗎 波波機啊我真的在大陸的夜市 就在廣西的夜市 就真的有人就是放了一個大聲工 然後就是像這樣子叫波波機 然後呢最近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到 奇怪了這個不是我之前的時候 在夜市聽到了嗎 怎麼現在變成了這麼紅的一個神曲啊 好那我們再回到了 他之前的時候講的柯木山啊 其實柯木山呢 就是他是廣西機動車的一個 考試的一個柯木喔 然後你知道嗎 在去年10月份的時候呢 他有一笑江湖作為配樂的柯木山呢 就開始在網路平台走紅了 而且現在的話呢 他竟然也紅到我的國外去 有很多的國外的一些直播主啊 或是網紅 他們其實就跟著一起跳耶 我其實也覺得有點Amazing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波波機先不算喔 但是呢 柯木山你知道 他在網路上的播放量是63.4億耶 那這個量就說明了什麼 說明了他的短影音大量 而且是快速的進行推播 這吸引了很多人的關注呢 跟參與喔 好這是播放量 再來看一下呢 他獨特的創意喔 好那其實呢 你把考試的柯木 跟餐廳去進行結合 因為最早期的時候呢 柯木山是從海底撈出來的 之前的時候呢 去吃海底撈的時候呢 在中國大陸的話 他們連就是拉麵 他們都可以手舞足蹈 好啊為什麼呢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不是有點 有些人可能覺得說 這好像 呃有一點 有一點看不懂他在說什麼 但是說實在的話呢 他這樣子做 很容易會去吸引消費者拍照打卡 好那這樣的話 可能就會比他上網路去進行的廣播 或者是去買廣告還要來的有效喔 好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社交需求 首先呢就是他用很簡單 然後呢就是一種洗腦的神曲呢 所以大家都會做嘛 哎不能講說大家都會做 起碼比較容易達成 然後呢你跳完以後呢 你就開始分享你的作品喔 讓更多人能夠參與 而且呢他是兼具娛樂性的 因為他第一輕鬆 第二快樂嘛 還再來帶一點搞笑 為什麼千人千面嘛 而且不同的人跳起來有不同的感覺 那話題性呢 一下子就拉緊了喔 而且呢一切的一切 其實最終的都要 源自於他非常容易的學習 啊不然你去跳一下舞娘去試試看 或Breadpink試試看 對的確舞步一定要簡單 這個才是大家可以很快速的 學習的原因之一嘛 就是如果你跳了之後上船之後 大家就覺得 啊你好像還蠻吵的 就是你有抓到這個風潮的感覺 對 好那我們剛剛看到很多的網友 在討論這個波波機 有人說這個波波機的舞蹈裡面 有重心移動 是有一個中國的功夫的感覺 喔這個也是一門學問喔 對的確蠻有可能的 也許這就是可能為什麼這麼紅的原因吧 柯木山感覺好像也是這種類似的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 除了歌曲非常的洗腦 好我們要問大家最近有沒有看 一部非常有名的陸劇叫做繁華 他是香港的導演王家衛指導的 那他的內容在講什麼 他其實呢是在講這個上世紀90年代 90年代的上海 為背景那當時的民眾的一個生活 結果在大陸掀起了一波上海旋風喔 穩坐了收視榜單 當然也帶動了城市文化旅遊的消費熱潮 我們來看到像是這個繁華裡面的景點 在上海的和平飯店 外灘27號 這一些根本就是大家現在都會在這裡 直接拍照打卡 甚至搜尋裡面 跟著繁華遊上海 繁華之上海逛吃 這一些hashtag完全都成為了熱搜 而且還有繁華裡面的美食 像是排骨年糕 我們看到他的外送訂單量成長了300% 這多可怕啊 還有蝴蝶酥跟上海泡飯 外送訂單量也成長了150% 真的非常的熱喔 而他們的官媒也有講 這個繁華雖然說現在是已經播完 但是影響力還是持續的升溫 大家討論都還是非常高 可是如果想要穩住這個影視劇 帶來的消費熱潮 包括其實一定要有生根文化優質的影視 還要可以拉動消費 這些都非常的重要 我們想要請教向如姐 因為其實過去我們講到 影視帶動經濟效益 大家第一個會先想到的其實是韓劇 就是很多人講到韓劇 或是看了韓劇就會想要去穿這樣子的衣服 吃這樣子的東西 韓式炸雞或是去拍照打卡 但是最近是不是有發現到 中國大陸的陸劇也帶動了經濟熱潮的效應 沒錯 我舉一個大家呢 可能我這個年紀比較有印象的甄嬛傳好了 其實不只甄嬛傳還有很多 去年年底的時候呢 大陸的庫迪咖啡 他就有出了一個甄嬛傳的聯名款 叫叫阿嬌拿鐵 因為甄嬛傳裡頭有很多 講了很多阿嬌嘛 那在去年的7月的時候呢 大陸的爵位壓迫 他就推出了甄嬛傳的聯名套餐 紅寶石蝦球 好 不只如此的話呢 你買了他的套餐 他還會贈送你人物的盲卡 聯名紙袋啊 這些周邊的產品 好 那麼除此之外 你以為他就只有跟大陸的本土品牌合作嗎 不 其實呢 雀槽咖啡 好 他其實的話呢 也有跟他們合作哦 好 那麼不只是甄嬛傳 他是基本上呢 你可以說他是歷久彌新哦 那他帶來的經濟效益 其實呢 不如剛剛的時候你提到的繁花哦 因為呢 而且呢我剛提到的 其實不只甄嬛傳 包括了知否知否英式 綠肥紅獸 還有狼牙榜 以及呢 慶余年這些大陸劇呢 他其實都稱為 這個長尾效應哦 好 那麼平台的話呢 他可以利用的電視劇的長尾效應 重新再拉一批的會員進來 到你的平台裡面 好 那麼當觀眾呢 他回頭來看的時候 重溫這些經典作品的時候呢 某種意義上面的話 其實也可以談到說呢 是不是現在呢 有很多的影視作品 沒有辦法滿足觀眾的需求 也就是 講直接一點 不值得再回味看過就算了 但是呢 像剛剛提到的這一些劇呢 嗯 就會讓觀眾印象很深刻 好 那也許你會講說 那重點是他們到底在紅什麼 我們還是一樣以甄嬛傳 來為例哦 好 他呢 基本上呢 他的故事的人物呢 非常的複雜 首先的話呢 一個不安逝世的少女 他退變以後變成了權傾朝野的太后 那麼 甄嬛他的成長史 基本上呢 就為滿足了觀眾呢 就是 對爽感的追求 哦 而且呢 這種爽感呢 能夠讓甄嬛傳呢 他更廣泛的去進行了討論 特別是什麼 主角的黑化 基本上呢 只要一個主角 他從原本的時候的善良 然後呢 突然間變成了黑化了以後呢 就會讓大家變得好興奮哦 畢竟為什麼 因為大家覺得說 善良的人應該要出頭天嘛 還有再來另外一方面的話呢 2013年 其實當初的時候呢 甄嬛傳確實 他也搭成了網際網路的封口 在11年前的時候呢 因為網際網路 他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他不只電視播 他在網際網路上面也播 所以的話 你可以看到呢 第一 觀眾他主導全遊了 就是我現在我想看我就看 我不想看我就給他關掉 而且呢 下次再看的時候 我可以從我剛剛斷掉的那個點 重新再來看一遍 我就不用像電視劇 我非得一定要守在電視機前面 再來第二點的話呢 他可以有二創的熱情 也就是今天的時候呢 我可以看著電視劇的主角 我喜歡誰 我可以去裝扮成年飛 我可以把他的經典劇 拿來進行了二次的創作 然後呢 分享給我的朋友 是的確哦 這個劇裡面哦 很多大家如果有夠名 或是有感覺 甚至他如果有很多的金劇 讓大家可以常常講到的時候 就來講一句 講一句的話 的確他是一股熱潮 那當然了 熱潮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一定是要靠大家去努力抓住 他才有所謂的常委效應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向如姐 今天來到節目現場幫我們分析 謝謝向如姐 謝謝心意 謝謝大家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在中國大陸上海有一間星巴克 他們最近變成出現一個很奇怪的奇景 就是很多圍棋愛好者聚棋 而且很多人在這裡下棋的場所 而這個特殊畫面當然也引發討論 但是也有人認為說這個還蠻困擾的 因為這一些人呢 其實他們佔據了這個空間 又幾乎到不消費 被批評非常的吵 這一桌下棋對翼 往前走 另一桌也在下圍棋 在走進店內 放眼望去 都變成圍棋棋桌 上海一家星巴克變成棋牌館 每一桌都在圍棋對陣 而且有固定時間 每週一 四 六 下午一點半 都有人到這家店下圍棋 根據陸媒消息 這活動是棋有自發的 下棋用具都是自己帶來的 而根據中國圍棋協會統計 中國的圍棋人口超過6000萬人 在星巴克人均消費160台幣 比人均880到1300台幣的 茶室 豬油市更便宜 但是也引起質疑 這些人只下棋不點單 是否影響店家做生意 也有自稱是星巴克員工指出 希望有這種氛圍 但前提是 每個人都會買一杯 還有網友批評 夏威奇的聲音吵得離譜 佔據座位不走 畢竟是餐飲店不希望看到 跟環境違和的畫面 又不是去棋牌室 而店家杜愛表示 雖然座位沒有限時低銷 但不建議顧客在店內一直下棋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好 我們來看到的是 香港高等法院今天對中國建商巨頭 也就是恆大集團發出了清算力 這什麼意思呢 恆大系列的股票在港股盤中也停盤 也就是未來恆大的資產 必須拍賣以償還債務 那當然大家就會擔心說 會不會出現很多的爛尾樓呢 對此恆大集團也回憶 他們說會盡一切可能保障交五 蓋到一半停工的高樓 出自昔日中國大陸建商龍頭 恆大集團 中國恆大爛尾樓累計1300個建案 涉及162萬戶 現在香港高等法院 對中國恆大下達清算令 是史上最大開發商的清算案 總負債超過2.5萬億元的恆大 清盤零訊經過7次延期 法官說恆大的重組方案欠缺進展 資不抵債 決定搬寧恆大清盤 清算令一出 恆大系列在港股中途停止交易 停拍前 中國恆大下跌超過兩成 恆大汽車跌18.21% 恆大物業下跌2.5% 價值都低於一塊港幣 恆大集團執行總裁肖恩回應稱 集團仍將努力盡一切可能 保證降境內業務和經營穩定 穩步推進保交樓等重點工作 其實恆大境外債重組不順 恆大汽車出售股權也失敗 陸媒分析被下令清算並不意外 清算是法律程序 公司將暫停經營業務 失去財產處置權 因為資產變成非股東所有 將被拍賣變現以償還債務 通常類似的情況 都不會是兩三年可以搞得定的了 如果公司的資產 是不是立刻可以變現到的 那也都可能要等的 尤其是如果資產在國內的 港媒指出恆大資產 幾乎都在中國大陸 香港法院的清算令 能否在中國大陸執行 還有待關注 TVB的新聞葉俊宏 陳入文綜合報導 好 我們來看到的是在澎湖西 與後羅沙灘 在今天出現了畫面上 這樣一個非常巨大的 黃色浮球 而且這個體積 大家從照片中可能很難想像 其實它的體積 只有比轎車稍微小一點 所以算是還蠻大的 上面甚至還有接收器 而裡面其實是中國大陸的SIM卡 接收中國北斗衛星資料 傳回中國研判 它很可能是一顆 間諜偵測浮球 好大一顆浮球有點像船 上方又像燈塔 被海浪漂到澎湖海邊 海水退了之後擱淺在沙灘上 風電廠商人員改來看 說是航道導引燈 大學協力廠商也趕過來看 確認並非自己的物品 不過前空軍副司令指出 這是海洋探測儀 是中國大陸收集台灣海峽 海向水文資料用的 專門針對海面下的資料 以提供潛艦航行 是軍事科研用途 探測儀原本有纜繩綁著 可能因為東北氣風太強吹斷了 隨著海流漂到澎湖 上面有SIM卡即時回傳資料 軍事專家說 就像間諜氣球收集空中的資訊 這個浮球探測儀是收集水文 中國大陸對台灣海峽的軍事科研 行之多年一直都在做 就是作為軍事用途 戰場經濟尤其是潛艦 那潛艦的話對這些水文 一定要相當的重視 探測儀因為配備等級價值不同 估計50萬新台幣 這是收集資訊的工具 資訊已經回傳 工具如果能夠回收會再使用 但是漂到澎湖應該被放棄了 TBS新聞陳正吳淑平澎湖報導 T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好不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